停经后出血,私密处常漏水,小心腹癌正在清洗你的健康 今年61岁的徐女士早已经停经多年 两年多前发现私密处有褐色分泌物,很像月经来潮的出血情况 并且经常流出洋水般的液体,静觉不对劲 就医被当作兼职性膀胱炎或是肠胃疾病,治疗却始终不见改善 为此徐女士跑遍全台十余家医疗院所求诊 直到半年后,徐女士才在一次腹部超音波检查中发掘异常 进步检查确诊为晚期软超癌 此时的徐女士不仅腹部明显肿胀,肿瘤占据整个腹部 癌细胞更已经扩散侵犯肠道,不得不做人工造口,帮助排便 刚开始是私密处会有像月经要来的时候那种分泌物,就是褐色的分泌物 然后我就觉得好像,因为我停经已经四五年了嘛,我就觉得不对 一般的医学常识,你停经完以后不应该会出现这个问题 然后我就开始求医 就这样一连串下来,半年以后才被确诊 幸好后来遇到一位好医师,经过适当的治疗,逐渐找回健康 台湾临床肿瘤医学会与台湾癌症基金会响应世界负癌日GOFO运动 邀请国内负癌专家齐聚一堂,一同解密负癌的防治关键 卵巢癌的确它因为在腹腔里面,它早期也摸不到,早期发现不太容易 但是它当有症状的时候就是,有人以为它变胖了,其实是负水 那有时候就负水,甚至它压迫到膀胱 有一些就是觉得怎么贫尿的压迫症状 所以说它不会像子宫颈癌可以用抹片筛检 早期诊断早期治疗 或者子宫内膜癌可能会有些出血 因到出血就不对,尤其听经以后 所以说其实不管怎么样,也是在女性的腹癌这几个 子宫颈癌,内膜癌或卵巢癌 只要妇女觉得她有一些异样,还是要早点就医检查 因为我们的妇女呢,其他从生育小孩 把小孩养大都是为了家庭忙 有时候就是不太顾虑到自己的健康 吴明方医师表示,常见的腹癌包括乳癌、子宫颈癌、软潮癌 以及子宫体癌等四种 其中乳癌及子宫颈癌在政府及各界大力推广下 近年来已见显著的防治成效 但是若要更全面照护女性健康 必须从较少为人知的软潮癌以及子宫体癌着手 林口长庚医院妇产部妇癌科周洪学医师表示 特别是软潮癌,近35年间发生率逐年增加 成长超过2.5倍 造成软潮癌恶性高的原因为何 周洪学医师认为主要有两难 第一难是早期难发现 患者的早期症状不明显 包括腹胀腹痛、医保足、贫尿或是急尿等症状 容易与其他疾病混淆 导致近5成的患者确诊时已经是晚期 第二难是晚期难治疗 相较比乳癌肺癌以及大肠癌 晚期软潮癌的治疗武器显得匮乏 除了手术之外 过去20多年只有放射线治疗 以及化学治疗供选择 其中又以化疗为主 在此情况下 患者也常因为一再复发 而身陷反复化疗之苦 卵潮癌呢 它又被称为妇女沉默的杀手 主要就是说 它在发生的时候 是没有临床上的症状 那所以根据国内外的统计 都可以看得到 卵潮癌第一次被诊断的时候 有超过50%以上 甚至到60% 其实都有可能 已经是在第三期或第四期 那我们知道 卵潮癌的治疗里面 根据期数的不同 会影响到他治疗的一个结果 那第一期的病人 他的治疗效果是最好 第四期的病人 治疗效果是最差 所以这个是 卵潮癌病人里面 比较难以早期发现的 那有些人会说 那我可能 卵潮癌是不是我会阴到出血 为什么 大部分是不会的 那卵潮癌呢 可能很多人被发现的时候 当我们问他说 为什么你这么晚才来的时候 他常常会回答我们说 我以为我变胖了 肚子变大了 所以这些模糊 而不确切的症状呢 会让我们卵潮癌的诊断上面 增加非常多的困难度 在过去我们很多的经验里面 都告诉我们说 卵潮癌传统的治疗 就是必须要做手术 那这个手术要把肚子里面的肿瘤 尽量全部切除掉 那我们称为减肌手术 就是减少肿瘤的体积的手术 然后之后 大部分的卵潮癌 都需要做化学治疗 那做了化学治疗之后 75%的病人 他可以得到完全缓解 但是这其中呢 有70%的病人 他在一年到一年半左右的时间 会再复发 那于是这些年 最近十年来 整个国内外的负癌界呢 有一个新的想法 一个新的概念 就是要把卵潮癌 要当作是一个慢性病 去做治疗 也就是说维持疗法的概念 这几年在卵潮癌的治疗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目前也有几种 维持疗法的药物 可以在临床上 配合去使用 那我们都知道 子宫颈癌 它可以透过抹片检查 提早发现 但是在国外 很多大型的研究里面 发现说 卵潮癌事实上 它没有一个 有效的筛检的一个办法 那所以我们是呼吁说 女性如果可以的话 你可以固定时间 比如说一年两年 去找你的复产科医师 那除了做抹片之外呢 也可以做个超音波检查 把子宫卵潮也扫描一下 那是有机会 不是说预防 有机会在比较早期的时候 就被发现出来 那我想 大概能做的就是这样 还有再来就是 你有不舒服的时候 比如说肚子闷啊 脏啊 不舒服的时候 应该要找妇产科医师 做一个详细的检查 周鸿学医师表示 大约七到八成患者 会在一年到一年半左右复发 并且随着每一次更新新的化疗药 患者也会因为抗药性 导致疾病无恶化的间隔缩短 越来越容易复发 不过近年 随着标靶药物的加入 晚期软巢癌的治疗 开始露出新的曙光 无论是一线治疗 护发后治疗 或是治疗后的维持疗法 患者都有合适的标靶 药物可以用 对于第四期患者 更有延长整体存活期的效果 台湾临床肿油医学会 以及台湾癌症基金会 同声呼吁 女性朋友要养成定期 做筛检的习惯 透过乳房摄影检查 子宫颈抹片检查 骨盆腔超音波检查 以及协议中 癌症指数检测等好方法 以助早期发现 负癌踪迹早期治疗